特别名借德国Emma藏褥赞助这条片 Emma藏褥有别于其他挂名的外国品牌 真正100%欧洲制造 有100日私训 5盐份可以无条件退货和存额退款 凭着德国的技术 他们在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澳洲等地方 赢得30个国际奖项 如果今天下单 最快明天就送到你家 现在用了这个Discount Code还有额外优惠 今次我们还有Giveaway送枕头 想拿就记得看下面info box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来到大围吃一间港式粉面店 这间店大约是在三年前开业的 他们一碗面的价钱有便宜有贵 便宜的话大概是六七十元起 如果贵的话就去到百五元、百六元左右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价钱的时候 那个反应就很两极化了 有一批人就会说 你在大围一间这样的小店这个地方 竟然买这样的价钱 你就听执 但是另一帮人的意见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一间店做的面 可以说是原创 有一些的独门秘方 而且用的材料也是比较好 而且是比较有心机去做那个面 所以有一帮人就会觉得 难得有一间店肯这么用心 去研发一些新的汤面 而且用的材料都比较好 就算你卖贵一点 其实那个价钱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香港其实很多面 例如最简单就是一些日式拉面 很多时候都卖到很贵的 但它卖到很贵 又未必真的用的材料很漂亮 或者真的很好吃的 所以如果一碗好吃的港式粉面 你是卖百多元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都很接受的 那这间店我都没吃过 今天也是第一次慕名而来 那我就未知它好不好吃 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先肯定了 就是因为有个确认 因为这间店已经开了三年 刚刚去年还是疫情 那这间店依然是健在的 那今天尽管来试一试 看看它的面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餐厅环境就没什么好说 一个照片看完 好不好坐各位可以自行判断 小吃的选择比较少 如果吃一碗面不够饱 想叫多些东西补一下飞 会有点头痕 当然你可以叫两碗面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至于这一碟炮椒鳳爪 品质是很正常的 看看它的面 到底有什么这么厉害 主要就是它们的碗汤 首先它们有一个说到非常勁抽的高汤底 都是鸡殼、鸡脚、金华火腿、猪骨、猪肺 很多料很少水不落味 蒸醉牛很多个小时 每间店都是这样说的 然后不同的面 再会按比例混不同的汤 例如这个海鲜汤 用了鱼、虾、蜆、龙虾头去煮 最后再加虾头油 实际喝下去是勁抽的 我整碗都喝了 面条方面是羊春面 听见羊春面 不要觉得一定是正面 也可以是指这一种面条 当然这种面也有其他称呼 各处香川各处泥 今天就不说太多了 收到你百多元碗面 当然要有些菜充满 带子质地虽然正常 不过就没什么鲜味 而这只虾就和带子一样 都是没什么味 最大问题是 一只有壳的虾 浸在一碗又热又加了虾头油的汤 要吃 要么就弄到手肥腩腩 要么就要不顾疑态 连壳放进口慢慢炖 我就觉得一个好的厨师 必须要考虑吃客进食的时候 方不方便 这只虾绝对是扣分位 这碗客口客面是墨鱼浓汤 喝了几口就和期望有点落叉 海鲜味不酸浓 高汤味又不太突出 好像混得很稀 当然不排除是因为前一碗太好喝 有比较之下相形见绝 配料有北海道鱿鱿 正常水平 墨鱼滑有墨鱼味 但完全不弹牙不起胶 应该是达得不好 这里的面条有两个 一只幼一点一只扁身 食客没得选 餐厅一早就按汤底配搭好 这个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几次的挂汤问题 挂汤不是一个优点 是食材的特性 汤淡一点薄一点 面就要挂汤一点 汤浓一点油腻一点 面就要没那么挂汤 香港很多日式拉面店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逻辑 经常卖广告说自己的拉面很挂汤 弄到很多食客都误会了挂汤等于好东西 难得你的面店对挂汤这件事有些想法 一定要赞一下 不过他们戒定自己的汤哪一款浓哪一款淡 就好像跟实际出来的结果有些出入 一场来到我决定尝试他们最基本的汤 即是高汤 其实他们有几款面都是直接用高汤底 但我看他参排这款有手指公 即是厨师推介 那就试这个了 这碗汤不用喝 闻都闻到他们那种极浓浓的鸡骨和猪骨味 面头几条云腿丝也为汤头增加了一些咸香 碗里面还有少少竹生 竹生吸收了高汤的味道当然好吃 这碗面最大卖点就是会跟一份西班牙48个月风干火腿 份量也不少 吃开的朋友都知道超市买都不便宜 西班牙火腿和云腿混在一起吃 两种不同文化不同风味的香气 出乎意料之外的融合 说这么快就吃完碗面出来了 其实不是一碗 是吃了三碗 因为都是那句 我们拍片想做更多内容给大家看 其实就很饱了 现在吃了三碗面 至于他在大围开一间这样的小店 买一些港式或者有少少Fusion的粉面 然后是买100元一碗这样的定位 其实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没有问题的 甚至我觉得香港有这一类的小店 那个定位不同一点 其实就更好 因为没理由全部店铺都是买一模一样的东西 如果整条街都是买云吞面 又或者只剩下台湾牛肉面 日式拉面 其实选择就少了很多 有一些新的类型 新的形态的店铺 其实是好事来的 最重要就是一些东西很不好吃 其实今天我们试了三款面 我觉得其实它的汤是真的做得挺好的 在香港我真的没有吃过一间粉面店 包括一些可能百多元一碗的日式拉面 因为汤底是做得这么认真的 这么真材实料的 所以如果说汤底的话 我觉得这间店铺是高分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又要谈一谈 就是它的配料 那些菜 我就觉得是一般的 除了买回来入货的 那个48个月的西班牙火腿 是真的挺漂亮的 其他东西 其他食材 我就觉得不算是极高分 即是有一些对不住它的价钱上的定位了 今天这条影片就讲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赞好、打表情符号 以及追踪我们所有的Facebook、IG和MeWi 我们下条影片见 拜拜 每元都在 дв串 到哪里 内容 尊重 ve 好 哦 只好 的